后友宜 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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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起袖子一展身手 来到林口市场徒步扫街 后友宜毕业加深选民印象 还半顿跟民众握握手 当然也有热情摊商 送上蔬果祝贺当选 后友宜 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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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靠双手双脚踏遍自己的选区 希望把每个地方都成了后友宜小站 也出动车队扫街 近距离与选民打招呼 要在最后的巷弄站对决催出选票 17日起将启动7场大型造势活动 选前之夜也有党内三颗太阳照亮新北 然而面对敌对阵营 最近频频攻势 紧要财产争议 侯友宜强力回击 哎呀 立法院 行政院 监察院 不但全力为上来 半年东厂 西厂 南北厂 好不容易关掉深澳燃煤电厂 现在高污染的政治燃煤电厂 某黑全开 使尽最大的力量 绿营小到议员 大到立委党中央 全力围攻侯友宜 这压力可不小 不过苏贞昌也被质疑在担任台北县长任内 曾经发生窃案 最后却以私了方式解决 老县长这选举以来不断地攻击批评别人 先要攻击别人的事情 先要检验自己才去批评别人 反三苏贞昌要先检视自己 选举倒数 蓝绿频频交火 新北一级战区厮杀激烈 欢迎新闻红席与陈怡荣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